大家好,我是Dan 人川的一家健身房 张贴了禁止阿俊玛出入的告示 而引发了网友们的争议 健身房表示 之所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是因为部分女性顾客的不当行为 导致了健身房的损害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根据媒体报道 最近人川的一家健身房 在出入口张贴了禁止阿俊玛出入的告示 并在告示下方补充说明 只有有教养且优雅的女性才能进入 告示中还列出了区分阿俊玛和女人的八个标准 一、部分年龄喜欢占便宜 二、无论去哪里都被人骂 但本人并不知道 三、在使用公共交通时 会坐在孕妇专座上 四、两人来咖啡厅只点一杯咖啡 还要求多给一个杯子 五、偷偷将食物垃圾丢进公共厕所或马桶 六、自己花钱很吝啬 却不在乎别人花钱 七、记忆力和判断力不足 说过的话不断重复 八、跌倒后 除了主耶稣之外 没有人会帮助 据了解 该健身房业主 是因为部分女性造成的损害 才张贴了这样的告示 业主在采访中表示 阿俊玛们带着一篮子衣服来到健身房洗衣 开着热水洗了一两个钟头 导致水费翻倍 而且还会对年轻女性会员说一些像 你应该很会生孩子 这样的性骚扰言论 限制特定顾客 在韩国现行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 就像 业主可以根据 签约自由原则 来限制部分顾客的进入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阿俊玛们来健身房 拿走肥皂毛巾 卫生纸不运动 只会吵吵囊囊的聊天后离开 就算是身为阿俊玛的人来看 也对不少阿俊玛的行为感到过分 应该禁止那些不守规矩的顾客进入 而不是特定针对阿俊玛 这不妥当 不论男女老少 都有可能有这种顾客 这明显是对女性的歧视 我也是阿俊玛 但我不敢去健身房和游泳池 因为那里的阿俊玛爱摆地盘 他们会公然盯着别人的身体看 或者当有人经过时 一群人上下打量 这让人感到筋疲力尽 所以我无法去 虽然我也是阿俊玛 但我完全无法理解 他们为什么要在那种地方摆地盘 真的很讨厌 而且那些每天去运动的人 却还是一直碰着 这不是阿俊玛的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完全可以理解 情况有多糟糕才会这样做 事实上还不止这些 有的人带着背包和水壶来 从饮水机取大量水 还偷走毛巾乳液喷雾等公共物品 所以这不是启示 而是经过经验教训后的自我保护措施 应该承认这一点 这不是阿俊玛的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难道只有阿俊玛这样吗 那阿俊玛呢 如果看到这些内容会感到刺痛 那你就是阿俊玛 如果自认为不是那样的人 就不用在意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干脆开一家男性专用健身房好了 KK 虽然可以理解业主的心情 但这种方式使得 阿俊玛这个词变成了令人厌恶的标签 这才是问题所在 不论是不守规机的顾客 还是其他词语 都有合适的用词来描述 这样做实在令人遗憾 所以对于人穿健身房禁止阿俊玛出入 以及区分阿俊玛和女人的八个标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区分阿俊玛和女人的八个标准 直接套用在区分阿俊玛和男人的八个标准 应该也很大 阿俊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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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玛